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我们继续讲居士论诗 居士论诗当中现在讲第二评的时候 第二评当中大家都知道 我们讲根评的时候 产生无情法的道理和产生新锁的道理 还产生不相应性的道理 就是分这三个方面 现在讲产生非相应性不相应性的道理 里面前面讲了阿比达默居士论当中 已经宣讲了 也就是说我们小乘阿比达默居士论当中 讲了十四种不相应性 大乘阿比达默居士论当中 已经讲了二十四种不相应性法 这个好像上师如意宝也是前一段时间 讲变中变论的时候 也给大家讲了 我想我们四种弟子应该看看 上师如意宝在年轻时候求学的这种记忆 现在可能我们很多人正在学 但是正在学的时候也可能记不住 上师在年轻时候求学的这些记忆 因此我们要学习不管是任何一个论典的话 必须要把它学动 学的过程当中不一定是在书面上解释 如果书面上看到字面上解释的话 这一点当然是比不动的稍微好一点 但是真正的求学不算什么真正的通达 因此我想是我们所有的这些四种弟子 应该像上师如意宝那样 到了七十岁的时候 在年轻时候求学的这些道理 全部一一地在心里面显现出来 这一点大家有没有这个把握 大家都知道上师如意宝现在 从90年一直到现在 连一个字也是看不见 他老人家的眼睛一直是这样的 但是现在也是在我们大臣阿比达姆 和小臣阿比达姆 智者如门等等 很多论典当中的道理 是怎么样解释的 这一点前一段时间通过一堂课 应该大家都会明白的 所以我想希望大家应该想一想 现在很多人求学是在字面上也是 比如说十四不相应心法 在字面上也不知道是多少 然后我们昨前天正在学 正在学的时候也是 大臣阿比达姆里面有多少个不相应心的话 那这一点也是说不出了 然后我们讲乌云的时候 什么叫做舍云 舍云分哪些 这个也分不清楚 因此我们藏传佛教当中 正开经论的智慧 也就是说正开慧言 必须要学通居士和英明 如果一个人真正 你想对如海的经藏要深入连接 或者是通达所有的经和经典 广大的经典的话 你必须要先通达引领和巨舍 如果引领和巨舍通达的话 那么现在我们如海的经藏 就没有很困难的 没有困难的 因此希望大家在学习过程当中 我想是学习还是非常难得的 有些人早上这么好的光影 也是换一个一场梦 一场美梦还几个醒不过来 我觉得这种非常可惜 一直把如意宝也是换成一两师团 跟这个没有任何差别 因此早上应该振作精神 如果打瞌睡的话 还是喝一点开水的话 马上会好的 因为按照现在的一些生理学的研究 早上人的身体里面也抛出了很多很多的气体 这样的话早上为什么是这样困呢 就是里面的液体全部通过自己的毛孔已经出去了 然后再加一点这个就是这个什么液体 多喝一点这个水的话 那就马上会这个醒过来 希望大家应该不管怎么样就是通过这个锻炼身体 还是这个喝水应该在这个早上的时候呢 就是振作精神 就是好好的这个听说 我像是我的这个有很大的这个感受 那个上世主义报道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这个七十岁的时候 据是论的这些每一个道理 如果在这样这个一一的这个讲得出来 一一的想得出来 这样的话呢就是当然这个很不容易的 但是我们这个学的是怎么样呢 就是大家都是应该这个清楚吧 就是不要说是就是再过这个十几年 二十年不看书的时候 全部一一想得出来 现在就是边看书边这个讲的话呢 就是有时候也是这个讲不清楚 说不清楚 就是说一方面都是当然这个 你们也是这个有一定的这个根本原因呢 就是我这个讲得不好 就是肯定对这个方面有很大的原因 但另一方面呢就是现在这个法本呢 就是不管是看知识也好 看那个就是很多法本在我们这个面前 就是因此呢 我看通过这个法本 你们也是也基本上是应该这个通达一些道理 因此学的时候呢 应该就是像上世如意宝就是通达那样 就是在不看那个法本的时候 也是心里面完全都是知道 就是不相应性有哪些 然后相应性有哪些 然后呢就是信所有哪些 这是这个小致阿比达默是承认哪些 大致阿比达默承认哪些 然后这个他们所承认的这些道理呢 我自己的这个分析 就自己分析还是很重要 我在这里这个经常呢 就问一些金刚道友的时候呢 自己根本没有三家分析过 就这个是只不过是他们的这个说法 当然我原来也说过 就是这里面的有些道理呢 就是完全是一种由不重的这个做法 就是我们这个承认起来 也是有时候是有点这个困难的 但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 我们要通达他们的这个说法就对了 然后那个有些地方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个大臣这个 不管是将为师众还是这个将这个众管 或者呢就将大圆满 就是你必须要不得不承认的 就是一定要这个承认的 那么这些道理的话呢 我们也就是应该用通过自己的智慧来 就是体会体会 今天所讲的内容是哪些 那么这个今天这个所讲的内容 就是对我来说是就是应该哪些地方高动 哪些地方没有高动 高动的那些地方呢 就是我就如何这个提炼 就是他们的说法这样的 我的想法怎么样 应该就是这些方面就是做一些对比 就是看到有些人呢 真是那个就下来过后 就是没有看书 就是没有看书的这些人呢 我觉得是不知道 就到了这里以后呢 就是该就是在做什么 就是因此希望你们还是那个下来 下来以后的话呢 就是我希望这个看书 就是不要好像那个 就从来没有这个学过的人那样 就是我都不好意思 就是有些人呢 就是学起来也是 当然有些是有具身的这个智慧不太很明确 就这一点就我也这个理解的 就是我们众生呢 就是都有这个力根和顿根的这个差别 居士论下面也是在 这样就是第六评和第七评 七八评当中都是讲这个 像菩提加勒的这个 菩提加勒的这个根基呢 就是有这个顿根和力根的差别 就这一点是可以说 但是有些呢 就并不是他的根基方面的问题 就是如果根基方面的问题的话呢 他那个虽然不是很聪明 但是呢自己精进的话呢 也基本上是每天所讲到的道理 也是应该通得到 就应该这个通的 但是呢 有些人是根本不是这样的 就是除了这些这个求学以外 就是不知道是整天都是做这个 是吗 我想是你们这个赖到这里 你们这个不修这些甚深的话呢 就别的可能就是意义不大 就是我是这样想的 就是所作所为呢 就是好像这个没有很大的意义 只有这个求学和文思修习呢 我们这个获在人间是最有意义的 以后呢 当然你讲的不好 就是我可以理解 但是看也没有看的话呢 起码也是看这个三四遍一致 尤其是你们比较愚本的人呢 就是最少也是 每天我们讲的这个不多 就是最少也是 这个看七遍一生 就是七遍一生的话呢 你如果讲不到的话呢 我也是那个理解 就是确实你有点笨 就是也许是个前世 是一个这个牦牛 或者是牢猪的那个 专世活佛就是因此呢 就是应该是那个 比较这个理解的 但是你这个连奇变都没有看的 你本来是很笨的 就是撒迦根眼里面不是这样的吧 就是如果我们机身当中 还没有好好闻死的话呢 就是下一辈子变成更可怕的 这个笨蛋 就是所以说呢 我希望那个 就是我们这里 尤其这个金刚道友的话呢 并不是是不懂的 但是自己就是写的没有看 因此呢 就是你们还是要这个看吧 在这个除了去学以外 我觉得就是在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这个事情当中呢 这个求学和文思修行是 这个应该是这个占第一 除了这个以外 没有这个更重要的事情 其他的都是表面上 甚至那个你修佛塔 修这个金塔 就是这些也是 是一种这个 附加的这种这个善事 就是不是真正的主愿 以前那个有一个叫 那个就是一个叫西刚活佛吧 就是到那个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求求坎波那里去了 就是求求坎波那里去了 就是当时那个 那个求坎活佛说是 哎那个地方佛法很这个新生啊 有很多的这个 很多的这个佛塔 就是有很大 很这个 那个庄严的这个佛像 就是什么什么 他们在拜坛过程当中 就是就说过这样 然后呢 那个求求坎波 就是一下子 马上都不高兴 就是说是 在哪一个经典里面 说是那个 所谓的这个 释迦牟尼佛的叫法 是佛塔和佛像 就是谁说的 就是佛塔和佛像 就是又佛塔和佛像 的话呢 就是谁说是这个新生佛法 后来那个霍佛呢 就是哦 那我可能不懂 我可能不懂 对不起对不起 就是 然后呢 求求坎波呢 所谓的这个叫法呢 就是这个叫法和正法 就是哪里这个所谓 佛塔和佛像 就是这个佛法兴盛 就是哪里有这种 这个说法 就是确实这个 我想这个 这些都是智者的 这个话 就是我们这个 其他的一些 形象上的 做一些这个事情呢 就是希望你们 就是不要这个 耽误自己的这个文思 就是这个文思的话呢 就是这就是 叫法和正法 因此呢 我那个有时候呢 就是遇到一些 我们这里就是 连那个 就是七遍八遍的 不堪的 还有一些这个 就讲一讲的不好的 就是这些人的话呢 以后的这个 见都不愿意见 就希望你们呢 也不要这样的 应该就是 你如果笨的话呢 就是你这个 最少也是看到 七遍以上的话呢 你这个讲不来的话呢 我以后这个理解的 如果你七遍都没有看的话 我们每天讲的 也是不是那个 很这个多的 就是应该这个 按理来说的话呢 就是如果自己 有一点兴趣的话呢 我想是这个 七遍以上应该这个 看上市入业宝 都是现在这个身体 也不好就是 但是这样的这个老年人 也是 举手论的道理是这样的 我们有些人认为 好像自己呢 就是 就是这个 从很简单的 这个方式来成就 就是不需要经过 这些枯心 如果有这样一个道路的话呢 当然是很好的 但有些地方呢 就是我都确实是 有点这个怀疑 就是有些道场呢 就是上师他自己 也是不喜欢这个闻色 然后弟子们 也是就不喜欢闻色 然后呢 你们就是这样按住 就可以 你是第一的菩萨 你是第二的菩萨 这样说的话呢 弟子们也是很快乐 就是真的这个很开心 就是不需要什么清理 就是光是 每天都是闭着两个 就是两个小时眼睛 就是两个小时当中呢 就是闭着眼睛 然后呢 就是这样的话呢 还是很快乐的 而且那个上师也是 可能很快乐的 不需要经过这些研究 但是有没有这样 这个快的这个道呢 有时候我们还是会发现的 我们还是会知道的 因此希望 这个 我们这里有些 这个不喜欢闻色的呢 自己的自己开一个旅店 就是觉得是 哎 就是我是这个 应该是世修 就是在某某地方世修 世修当然是这个很好 就是 但是呢 我看没有这个 光闻多学的这个世修呢 就是还是终于是 会生一些 这个问题 就是在这个十多年 二十多年当中的 这个我们的 修学的这种纪念 我现在这个终结起来的话呢 就是真正这个 光闻多学的必要性呢 我们现在学院里面 就是比较稳固的 就是一直这个 闻色修行的人呢 现在他的见解啊 他的这个修行力量呢 就是越来越这个正善 原来就是刚开始说 四两三天 一两两两当中 就是世修闭关的 这些人的话呢 就是现在全部已经 这个校业发誓了 就是全部都已经这个 就是 确实是已经这个 编程就是什么样的 也不知道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 思想当中 一一的这个 效事无际了 因此呢 我相信 还是这个 闻色好一点 就是这就是这个 修学的一种纪念 就是如果这个 那么简单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说得来 就是简单的一个发门啊 就是简单的这个什么 就是给他取上一个 很好的名称 就是这样的话 我们也一点快乐 就是早上也不早上 这个起来 就是然后晚上 也不需要这么晚 每天也就是就是 观世念一点这个注意啊 就是这样都可以 但是我想希望你们 但是我想希望你们还是要 这个在修学过程当中呢 就不要这个这么笨 就是一看看那个所有的这个 有些这个考试啊 就是这些人就是全部都是一个个 比这个有点这个笨蛋的话呢 就是我的这个没有这个兴趣 就是我本来也很笨 就是然后那个 这这样的话呢 就是没有必要 就是因此呢 希望那个 在这个上课的时候呢 就是自己应该这个 比如说这个 你在这个五天当中呢 就是是这个加励的话呢 就是在五天当中 所学的道理呢 就是应该这个做好准备 应该做好准备 从哪一个地方 给你提出问题的话呢 你应该这个有所这个把握 就是应该这样才 是算是真正的一个修学 如果你这个每天都是 好像叫一个人物一样 就是现在的有些那个 单位里面的有些人上班的话呢 就是今时坐在办公室 就是然后呢 就是这个看看 就是下午五点钟没有 就是一直看时间 哦五点钟到的时候 马上妻子执行车犯回去 就这种这个态度的话呢 我想是我们这个 这个修学的态度 就是完全就是不相同的 就是没有这样的必要 自己欺骗自己的话呢 就是也是最那个 就不值得的 然后那个希望那个 以后呢 就是每一个这个修学 这呢就是还是这个 重新做好准备 下面我们继续讲 这个计时论的 这个不相应性 就是不相应性 十四种这个不相应性 十四种不相应性当中呢 就是现在讲这个德和非德 就是德和非德呢 就是我昨前天也讲了 就是我们在这个计时论当中呢 就是比较难懂的一个 道理就是这个计时论里面 就是这样这个第五品里面的 这个水面水面平和 然后第二品里面的这个非德 就这个问题的德和非德的话 就稍微有点这个难懂 下面呢我们 讲那个颂词当中是这样讲的 有学无学非三种 所短非短虚二种 无几德顺一气神 不是圣童亦幻变 由佛色法亦入世 于解色情如有神 就是他这里这个 讲这个进一步的这个研究和分析什么呢 就是这个德 就是所谓的这个德顺 那么他这里说 这个有学道的这个德顺呢 就是这个法是这个有学道的话呢 他的德顺也是属于这个有学道的 然后无学道的这个法的话呢 就是他的这个德顺呢 也属于是无学道的 然后这个非三种 也就是说是不是有学道 既不是有学道 也不是无学道的 那么法是如果是既不是有学道 也不是无学道的话呢 他的德顺也是 既不是有学道 也不是这个无学道 所以德顺有三种 什么三种呢 就是有邪道的德顺和无邪道的德顺 还有非邪道和无邪道的德顺有三种 然后如果是法师缩短的话 他的德顺也应该是缩短的德顺 也就是比如说 他是修短的德顺 应该是法师修短的话 他的德顺是修短的德顺 然后法师如果是缩短 如果是缩短的话 那么缩短的德顺应该是属于缩短的 所以如果法不属于缩短和修短的话 那么他的德顺也是属于所短 如果法不是所短的话 他的德顺属于所短和非所短 就是虚两种 因此德顺也分辨为成人为两种 无极得顺一起生 那么所有的善和不善的法 前面也已经讲了 还有那个无极 无极他这里有福无极和无福无极 分两种我们以前也讲过 那么无福无极法 无福无极法的法师如果无福无极法的话 那么他的德顺也是一起产生的 意思就是说无福无极法 他的德顺是与他同时产生的 并不是他无福无极法是现在产生的 然后他的德顺是过去或者未来产生的 这种现象是没有的 但是在这里无极法当中 也包括比如说下面第六七品当中所讲到的 应该七八品吧 七八品里面所讲到的这个言通 就是我们这个僧通 僧通有儿童和言通 有两种 还有僧通啊 环变的心啊 这些不包括 本来是他属于无极法的 但是僧通和环变的心 实际上是因为他那个修行的时间比较长 就是修行的时间比较长的话 虽然是他是无福无极法 但是呢 还有这个未来和过去和现在 就是三世的那个德顺 就是三世的德顺 他说一般的话呢 就是无福无极法是与那个德顺同时的 就是他没有这个过去和未来的 但是那个 这个僧通里面的这个 就是儿童和这个言通 还有呢 什么这个 环变的心啊 还有一些功巧的这个行为啊 就是还有一些像马僧尊者的 这个一些行为啊 等等就是 这些呢 本来是无福无极法 但是有个别的一些 无福无极法的话呢 就是也是这个 具有三种 这个三种 三世的这个德顺啊 就是具有三世的德顺 然后就有福色法也如是 有福色法也如是的话呢 就是有福无极法的这个色法 有福无极法所引发的这个色法 而色法的话呢 这个我们前面也讲了 有福无极法呢 一般来说我们那个世间当中 在这个欲界的话呢 就是只有这个 就是什么那个 什么那个 边之间和 嗯 就是回俱间 就是两个见解 就是这是有福无极法 前面也讲了 然后那个色界和无色界的所有的这些烦恼呢 全部是有福无极法 就是前面也讲了 刚才无福无极法大家都知道 就是无福无极法前面还在讲 就是它是有四种就是一个是这个 一殊胜 欢心 公巧 唯一是一个 然后幻化的心 公巧 还有什么 反正有四种 这个下面还在讲 所以无福无济法的 像神通啊 这些也是不包括的 刚才这个无福无济法的设法的话 实际上也如是 如是指的是 不是他说是前面的无福无济法那样来理解 就是也如是指的是 也是同时产生的 没有未来和过去 应该这个意思 也是像无福无济法一样的 也没有未来和过去 就是这个意思 欲界色前 欲界色前 无有神 然后同样的欲界色前面 也没有得胜 没有得胜的产生 因为欲界的这些色法 善和恶的这些色法 也全部是与得胜同时产生 与得胜同时产生 他的前面也不会出现是得胜产生 所以从此当中是这样理解的 有血道的法是 有血道得胜是属于有血道 无血道之法的得胜就是属于无血道 所得的法既不是有血道 也不是无血道 是二面和一切有乐法 那么他的得胜也存在于有血道和无血道 还既非有血道也非无血道三种 大家都知道这个法分三种 有血道和无血道 既不是有血道也不是无血道 就是三种 然后他的得胜也同样的分三种 有血道的得胜当然属于是有血道 无血道的得胜属于是无血道的 如果这个法既不是有血道也不是无血道 像二面等等这些的话 他的本体不属于是有血道和无血道 这样的话 那么他的得胜也是不属于是有血道和无血道 应该有三种 下面他这里再继续解释这个问题 有血道的觉子里的得胜属于有血道 比如说从监道到最后阿罗汉相之间的有血道 就是所有的有血道像依赖过和无赖过 就是这些依赖过和无赖过 还有那个预留过 他的预留过和预留相 那么所谓的一切法 全部属于是他的有血道的 无血道的觉子里的得胜 也属于是无血道的觉子里 他是这样的 有血道的通过智慧而觉子得到的灭 属于是有血道 有血道的得胜属于有血道 无血道的觉子里的得胜 属于无血道 无血道是真正是阿罗汉 就是获得这个阿罗汉 然后这个阿罗汉 就是从那个解脱到这个阿罗汉 真正获得 然后他这个相续当中说的这些法的得胜 就是全部是属于这个阿罗汉 就是无血道的 觉子里的有路得胜 和还非觉子里的这个得胜 一切有路的法的得胜 就是既不属于这个有血道 也不属于这个无血道 就是也就是说是这个 除了这个以外的 这个有血和无血以外的 一般的这个通过这个觉子而获得的 这个觉子灭的这种得胜和 然后呢 就还这个非觉子灭的这些得胜 还有一切有路法的这些得胜呢 就是他呢就是既不属于是有血道 也不属于这个无血道吧 就是才一般那个 从我们这个世间道呢 就是也是通过这个觉子而灭尽的这种烦恼啊 就是这样也是暂时有一种这个觉子灭吧 那么这样的觉子灭和 还有这个非觉子灭呢 就是在任何地方 永远不居足的时候的这些这种法吧 就是这样的得胜 还有一切有路法的这些得胜呢 他不属于这个有血道和无血道 就是因此这样的这个得胜呢 就是他也不属于这个有血道和无血道 简短的得胜是简短 修短的得胜是修短的说法是容易理解 故意词为教这个说明 就这个比较容易理解 就是所以在这里没有说 凡是那个有关那个监道的这些得胜呢 就全部是属于是他是那个 就是简短当中 就是要这个获得这个监道的时候 必须要断除的 然后有关那个修短方面的这些得胜的话呢 你获得那个修短的 获得那个修短的时候呢 必须要断除的 所以这个比较容易理解 所得者法非为所断是 就是比如说他所得的法呢 就是不是这个所断的 像二面和道地等等 就是那么他的得胜呢 就是也有这个修短 也非修短两种 就是非居自密的得胜 以及世间获得的居自密之得胜 有路部分是有路散法 应是修短 对 这里面已经讲了 他为什么是这样呢 因为非居自密的得胜和 还有世间道通过获得而得到的得胜 没得有路部分的话呢 它是散法 因此应该是修短 就是他刚才所断的 非为所断的法呢 实际上是他的得胜有两种的 这个有一点点特殊吧 刚才那个前面呢 法是如果修短呢 也是这个得胜也是修短 法是如果间断的话呢 也是这个 但是有些法不是这个缩短的话呢 实际上他的得胜呢 就是有两种 就是这个比较特殊的 比如说这个法呢 就是不是这个缩短的 就是像那个 通过世间案法而获得的这种 这个决责灭 决责灭的这种得胜呢 就是它是这个有路散法的原因 应该是这个修短 就是在这个获得 修短的时候必须要断除的 然后逼之无路的利得 就是逼之这个无路的利得 利得也可以说 或者是这个决责灭吧 就是他那个 就是决责灭和利得呢 就是有时候是这个一切理解 有时候呢就不是一切理解的 但这里呢就是应该是这个 他的这个决责灭的这部分 还有一起出世间法获得的这种这个利得 以及道地呢 就是这些道僧呢 就是全部是这个无路法 当然无路法的话呢 就是他不是这个缩短 不是缩短的话呢 因此这个德顺呢 就是也有这个修短和 也有缩短和非缩短 就是有两种的 就是所以他所得的法 所得的法呢 就是非缩短的话呢 实际上是有两种 就是一个是这个 是缩短 一个是不是缩短 有六部分呢就是是缩短的 非无路部分 这个无路部分的话呢 就是不是这个缩短 就是因此应该是两种 就是所得的法 所以他这里这个 这个德法和这个德顺 两个之间的差别 就是我前面也讲了 就是菩提琪乐和那个德顺和 还有那个所得的法 就是这三个之间的这个差别 如果就是分析清楚的话呢 就是我们基本上是就是 按那个有部宋的说法 就是分析起来不是很困难的 然后这是一个问题 如果下面就是说若文 一切法的德顺都是有这个善事吗 就是那么所有的这个法呢 就是是不是未来过去三个德顺 就是我们前面已经用 通过阿罗汉的比喻来已经讲了 就是有些法呢 就是有这个善事的这个德顺 但是所有的法 是不是有这个未来过去 三世的德顺吗 不一定的 特殊情况 非为善与烦恼性的有几法的 有几法的无福无几的德顺 他那个就是这个善和不善呢 就是称之为是这个有几法 就是然后不是这个善和烦恼性的这个有几法的 不是这种这个有几法的 而是什么呢 就是无福无几法的德顺所得之法一起产生 就是他这里无福无几法的 就是刚才也讲了 就是无福无几法呢 就是余界当中的所有的 我不是这个 我们世间当中的就是像这个善心啊 还有那个 为什么是这个无福无几法呢 就是他既不是善意 也不是这个 也不是这个恶 然后对我们的这个解脱呢 就是没有什么这个覆盖 就是没有什么障碍 就是因此呢 就是平常我们的这个吃和丸 还有那个一些这个幻化的心啊 就是这些呢 就是对真正的这个解脱 也没有什么这个直接的障碍 就是因此他这里呢 就是讲这个无福无几法 无福无几法的德顺呢 就是所得的法和一起产生的 就是他没有这个过去和未来的 并无有前后产生的 因其力量微薄的缘故 就是我们前面也讲了 就是为什么这个善和不善呢 就是有时候这个德顺 而无福无几法 这个无福无几法没有德顺的原因呢 他的这个法性的力量呢 就是比较这个薄弱 就是因此呢 就是他就是没有这个过去和这个未来 没有过去 那么所有的这个无福无几法 都是这样吗 也有特殊的情况 不包括在这个田眼和田儿童的 呃 无福无几法 以及呢就是花心 无几法以外的 一切无福无几法的德顺 都是决定所得的法一起产生的 就是他除了这些吧 就是有个特殊情况 就是除了这个田儿童和田眼童 还有呢就是我们平时的这个花心 就是花心里面的有些部分的这个 这个花心就是 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呢 就是全部这个这个无福无几法呢 就是不会有这个过去和未来 就是与这个所得的法是同时产生的 此三者的德顺呢 就是有三者 此家心的修法力量 这个非常强大的缘故 为什么是刚才那个田儿和田眼 还有呢就是花心 就是花心呢 我们余界的人呢 就是就专门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修那个 就是通过这个田人的这种 这个心呢 就是开始这个幻化 就是这叫做这个花心吧 就是他自己呢 就像我们这个密法里面 经常讲这个 有些某种的时候 都是依靠这个梦的这个心呢 就是变化 那么我们这个心诀的时候 也是依靠这个商界的这种心呢 就是然后自己呢 就是幻化就是 依靠这个这样的幻化的心呢 就是可以云有这个各方啊 等等就这叫做这个花心就是 那么这样的这个花心和 还有上面所讲的田儿童和田眼童 就这三次虽然是 他是属于无福无几法的 但是呢就是他没有这个未来和过去的 他呢就是有这个过去和未来的这个得孙 就是为什么他有过去和未来的得孙呢 因为他呢像那个田儿童和田眼童的话呢 必须要修很长时间就是他以前呢 你要获得这种田儿童和田眼童的话呢 必须要这个修很长的时间就是 还有那个花心的话呢 就是要这个修很长的时间 这样的话呢 他的这个心的力量呢 就是比较这个强大就是 比较强大的话呢 那他说的这个得孙呢 就是不像那个前面的无福无几法一样的 就因此呢 就是他的这个得孙呢 就是力量比较强大就是 一定会是这个有这个未来和过去的这种得孙 就是他这个原因是这样的 就是他那个 这个修法的力量强大就是修法的这个法性 和他的力量非常这个强大的 其他的无福无几法的话呢 比如说一般那个吃和玩乐的这种这个威仪和 还有呢就是其他的一些 无福无几法的就是这些的话呢 就是他这个力量不是很强大的 所以呢就是他这种这个行为呢 就是没有这个得孙 就是没有这个得孙 这个原因就是过去的得孙和未来的得孙是没有的 就是他一般这个与得孙同时这个产生就是这个缘故 同样的诸如 然后那个技巧限述的功巧奖啊 以及呢就是麻生那样的这个威仪跳入者 也会也这个得孙呢 就是有这个善事的 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些不管是这个木匠工匠 还是那个特别这个限述的那些功巧的这个技术的 本来他那个功巧呢就是已经包括在无福无几法当中 就是他就是跟这个前面一样的 无福无几法是颂词里面说是没有这个过去和未来的得孙 但是呢也有一些特殊就是特别那个就是线索的一些这个就是功巧的话呢 就是他呢还是有这个过去和未来的得孙 还像以前释迦牟尼佛的家法当中就是马生尊者的话呢 就是他威仪特别这个如法就是 在所有的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一些笔记当中也是他大家都要这个学习他的这个行为的就是 然后他呢就是不是今生当中的一种威仪就是 乃至这个很多这个盛世呢就是他这个修清净戒律的 就是所以这样的这个威仪造成的 因此呢虽然是他的威仪也是一种无福无几法 但是呢他也是有这个未来和过去的这种得孙啊 就是就是唯一这个调柔的得孙有会有三层 不仅无福无几法的得孙与法的得孙呢 就是他的这个就是上面呢就是把这个话已经讲完了 就是刚才那个特殊性的分析已经讲完了 不仅是无福无几法的得孙呢就是与这个所得的法是同时产生 而且与其中的有福无几法的有表色的这个得孙呢 也是与法一起产生的 他是那个就是我们这个社界当中的话呢就是有些这个有福无几法 就是有福无几法有福无几法的这个有表色 就是意思就是说是有福无几法的这个心呢就是所引发的这个有表色 有福无几法的这个一般三界当中呢就是这种有表色的话呢就是这个唯一的这个遗产 就是唯一这个遗产当中呢就是才会有的 就是遗产当中有的那个有福无几法的这个得就有表色吧 就是那么这些有表色的话呢实际上是与这个所得的法呢就是一起产生的 他呢就是也没有这个前面产生后面产生的得孙丝 没有的就是产生后呢就是产非产后产生呢 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这个无净法而且呢就是愚昧无止 还有呢就是发心也是薄弱力量也是薄弱的缘故 就是因此呢就是无福无几法的 当中的话呢就是一般这个有福无几法呢就是这个 所引发的这个有表色的就是这些这个有表色呢 比如说那个第一禅当中的这个身体和语言的这个有表色吧 就是身体和语言的这些有表色的这些法呢 现在你看我们在这里呢如果前面每一个问题就是有福无表色是什么 有表色是这样的就是下面就是一个名词的每一个名词呢就是比较高通 如果你前面的这些每一个名词都是没有高通的话呢就是后面都是 每天都是可能这个坐的飞机的时间就是越来越长就是 嗯这样的然后这个欲界中的善和不善的有表色这个之前的得孙呢就是也是是不生的 意思就是说这个欲界当中的比如说像那个三法方面的这个有表色吧就是三法方面就是三法引发起来的有些有表色 像那个磕头啊就是他那个外面的这个这个有表色的这种有表色的就不是这个无表色就是像我们被解脱戒啊就这些是无表色大家都知道 然后这个欲界当中的有表色善的这个有表色的话呢就是像我们磕头的这种树的行为啊 然后磕头上说话的那个声音啊就这些都是有表色 还那个呃我们这个善的有表色吧就然后这个不善的无表色的杀神的这个行为啊杀神的动作啊 这些都是这个不善的这个有表色 那么这些欲界当中的善和不善的有表色的这个呃这个得孙的这个前面呢就是是不生的 就是意思就是说是他的这个有表色和有表色的呃同时这个产生的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欲界当中一个人这个杀人啊就杀人的话呢就是他的这个行为呢就是实际上是不善的一种有表色 不善的这个有表色的话呢这个什么时候 那就是他就是聚集到的时候呢 就这个时候他的得孙呢就是也是同时这个产生的 但是他没有举起道的时候 就开始产生他的得损的现象没有的 然后那天说是他们在四大卖肉的时候 有些人说这个是不是死的肉啊 他说不是我现场杀的 我就是自己杀的 好像认为是自己非常了不起的 就是我自己亲手杀的 所以他当时杀完了的话 那么杀完了的游表社的行为 当然没有看不到的 是没有的 也就是说游表社 善法的游表社和不善法的游表社 同时产生的 他们有始终都是这样承认的 然后如果是无表社的话 比如说别解脱界的无表 别解脱界本来是一个无表社 无表社的话 比如说住一个别解脱界的话 别解脱界已经出完了 但是他的无表社还是存在的 得损还存在的 这种现象也是有的 因此他们认为呢 余界当中的这个善和不善 有游表社的这个前面呢 就是得损是不会产生的 必定是无情法 就是他还是那个随着 就是他一方面是这样的游表社呢 他游表社呢 就是他那个外面的动作呢 就是他是无情法 而且呢 他也是随着这个发心去的 就是他随着这个发心去的 因此没有发心之前的话呢 就是不会产生的 就是这个意思 这是讲的无表社 就是得 实际上呢 就是下面我们讲的 比如说那个 在这个星所里面吧 就是星所里面就是 烦恼的这个星所啊 然后那个 善法的这个星所啊 还有那个不相应这个星当中呢 就是有很多呢 就比如说这个善法里面的 这个巨生的这些星所呢 就是有很多都是有这个得损的 有这个前面的这种得损呢 还有些呢 就是他那个能得的发心非常这个强大 能得的这个发心非常强大的话呢 就是比如说就是他端出一些烦恼 端出一些烦恼的话呢 就是他如果能端的这个星呢 就是特别强烈的话呢 那么得损也有这个提前就是获得的 但是所端的这个得损呢 就是提前获得的 这种形象也是有 比如说你获得那个阿罗汉国位的时候呢 就是当时的那个智慧呢 就是非常这个强烈 然后当时智慧非常强烈的话呢 他实际上是所端出的就是这个烦恼障 但是烦恼障呢 就是还没有端出的时候 就是端出所端的这个得损 所端的得损呢 就是也有这个提前这个提前这个现前的 就是这种现象也是有 因为他的能得 能得呢 就是非常强烈的缘故呢 就是他那个所得的得损呢 就是提前就是出现的 这种现象也是有的 所以这些呢 就是在居士论的就是各大不同的 有些讲义当中呢 就是也有不同的一些这个 就是宣说 下面讲这个费得的这个特法 费得就 下面这个得损的这个特法呢 已经讲完了 下面是这个费得的特法 费得无极法 费得呢 就是是这个无福无极法 过去未来均散众 就是他这里这个费得的话呢 就是实际上是 这个不像跟那个前面一样 就是前面的话呢 就是三等得损 为是三等 就是比如说这个 三的得损呢 就是也这个散法 就是恶的得损 就是不善的得损呢 就是是这个不善的 然后无极法的得损呢 就是全部是这个无极法 就是前面这个得损呢 就是这样讲的 但这个费得呢 就是完全不相同的 费得的这个本体的话呢 就是他只有那个无极法 就是才得到的 然后这个善的这个费得是善法 然后这个不善的这个费得是不善法的话呢 那么就是这个有很大的这个过法 就是比如说那个 凡夫人呢 就是有无路的这种费得 就是无路的费得 如果这个无路呢 就是本来是那个散法嘛 就是费得的法是散法 然后是这个费得也是这个散法的话呢 就是我们凡夫人的这个费得的法是这个无路的这种散法 但是这个如果这个无路的这个散法没有得到的话呢 就是这个叫费得 如果凡夫人这个 他的这个费得也是这个散法就是 那么凡夫人的相续当中也有这个无路的这个散法等等就是有过患的 如果这个比如说这个烦恼就是烦恼是这个所得的这个法 然后那个如果这个比如说前面的这个所得的法是这个散法的恶法的话呢 就是那么这个他的德顺也是恶法就是在前面就是德法里面就是可以的 但是费得里面呢就是不能的就是费得里面如果这样的话呢 断除邪见的人的这个断除善根的人的这个人的相续当中呢 就是应该是有这个散的这个费得 如果散的这个费得也是散法的话呢 那么这个断除善根的人的相续当中也应该有这个散法等等 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过失 所以说呢就是费得什么叫费得呢 大家都知道我们前面也讲了 凡是这个所得的法和菩提切勒之间呢 就是有一定的障碍就是 菩提切勒菩提切勒呢 他的相续当中有一种障碍就是把这个法呢 就是不让你得到这样的一种诚实的事物呢 称之为是费得 当然得和费得呢 全部是这个有始终的一种这个说法 就是我们真正的那个 在这个达成这个这个经典当中呢 就是其实这个得和费得呢 就是在名词上是有的 实际上获得的是有的 但是呢获得有的话呢 不一定要中间去加一个得孙 就是这是完全的一种这个宗派这个所知的一种的道理 但是我们呢也不能认为是这个 完全是他们的这个邪见就是 就这一点就是大家应该注意 他这里这个菩提勒呢 就是无福无极法 然后这个过去和未来呢 就是都有这个三种 我们前面这个德顺的话呢 就是过去也有三种 就是过去法就是德顺 就是未来过去现种就是三种 然后现在也有三种 未来也有三种 但是菩提勒的话呢 就是与这个有点不同 就是过去是有这个过去的 这个什么过去的这个过去菩提勒 过去的现在菩提勒 过去的这个未来菩提勒就是可以有的 然后现在的话呢 现在的这个过去菩提勒可以有的 现在的现在菩提勒没有的 然后现在的未来菩提勒呢 就是可以有的 然后这个未来的话呢 就是未来的也是三种都是谁有的 就是因此呢 他这里这个 那天我们讲德顺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他有这个九种吧 就是这个未来过去三种呢 就是每一个都可以分三十 就是这样有九种 但是这个菩提勒呢 就是他就有点不相同的 就是他现在的这个 现在的菩提勒呢 就是是没有的 因为现在的现在 就是这个法呢 就是如果没有得到的话呢 就是那就现在刚才都已经没有了 就是所以现在 现在的菩提勒是没有的 其他呢 就是这个过去的三种菩提勒 和未来的三种菩提勒 然后现在的这个未来 和过去的两种菩提勒 其实中共有八种吧 就是前面呢 前面的话 他这个松子里面呢 就只有未来的过去和三个三个 就是那么现在呢 就是他总是里面不明显 实际上呢 就是现在也是 现在虽然没有这个 未来过去现在三个这个菩提勒 但是现在呢 就是除了现在以外的 现在的现在菩提勒 因为其实那个菩提勒和这个德呢 就是有时候时间上 还是是就是比较 那个好推理 然后这个现在的 现在菩提勒是没有的 现在的过去和现在的未来菩提勒呢 就是应该是这个有的 所以这个菩提勒呢 就是有这个差别 德顺就是德和菩提勒之间的差别在这里 菩提勒与语解党 就是如果这个人呢 就是属于于解党的话呢 菩提勒也是属于于解党 五个菩提勒夫人 神子菩提勒 虚凡夫就是 那么这个神子的这个菩提勒 神道的菩提勒的话呢 实际上是凡夫就是 凡夫呢 没有获得神道吧 就是比得比一地 将是退市 就是那么这样的这个 比如说凡夫人的这个相续 通过这个一地的话呢 一地吧 就是他潜移那个地的时候呢 也就是会专一的 他呢就是在上面的这个过位 退市的时候呢 就是所以这个凡夫人的这个相续当中 非得是这样的 下面我们就是讲那个 讲义里面是这样讲的 既然说 就是三等得顺为三等 那么非得也是一定是这样的吗 就是前面讲了就是三等得顺为三等的话呢 就是三法的得顺就是三法 就是然后不善的得顺就是不三法 无几法的得顺就是无几法 就是前面是这样讲的 那么我们这个非得也是不是这样呢 并非如此 非得均是无福无几法 而不是这个三法 如果是三法 他这里呢就是这个非得呢 就是这个不相同的 如果这个非得呢 是这个也是这个非得的三法是 比如说这个非得的法是这个三法 他的非得也是三法的话呢 有这个过失 而非得呢就是不是三法 如果是三法 就是比如说这个非得是这个三法 那么有什么样的过失呢 断了三根者的相续当中 也存在这个三法呢 因为断了这个三根者的相续当中呢 就是三根的非得是有的 如果三根的非得也是三法的话呢 断了三根者的相续当中 还是有这个三根呢 因为这个断三根的这个非得是就是这个 也就是说三根的这个非得 三根的非得呢就是这个三法嘛 三根的非得是三法的话呢 那断了相续的人的相续当中呢 也应该断了这个什么三法的这个相续当中呢 也应该有这个三法呢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三法的这个非得就是三法之苦 就是这样说的话呢 就是有很大的这个过失 然后非得也是不是这个烦恼性 非得也是不能烦恼性 就是刚才那个德法呢就是有烦恼性的 但是这个非得呢就是不是烦恼性的 如果是他是烦恼性 在远离贪欲者的相续当中 也存着这个烦恼呢 就是远离贪欲者的像阿罗汉吧 就是阿罗汉的这个相续当中 有没有这个烦恼的非得呢 就是应该是有的 如果烦恼的这个什么这个 非得呢就是烦恼的话呢 那么这个阿罗汉的相续当中呢 也应该有烦恼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相续当中 已经具足了这个烦恼的非得之苦 非得如果是这个非三法 什么这个烦恼的话呢 就是那么阿罗汉也具足了这个烦恼 那这样的话呢 就实际上获得 没有获得阿罗汉的过位呢 就有很多的过失 若有文 既然说有三世的三种 就是那么刚才前面说这个德顺的话呢 就是有这个法呢 就是有三世的这种这个三种德顺吧 那么就是非得也是必定有这三世吗 不一定的 过去与未来的这个所得之法的非得呢 就是当然有三世的 就是过去和未来的这个 比如说法是那个过去和未来的法 然后他的这个非得呢 就是由未来和现在 过去就是那三种时间是可以有的 而现在所得之法的非得 无有现在 就是现在这个所得的法的这个非得呢 就是没有这个现在的 其原因是什么呢 所得的法无论的力量在如何为弱 也是与这个德顺呢 有一起产生的 就是因为这个现在的这个德顺 比如说这个所得的法是现在的 然后他的这个非得呢 就是不可能是他有这个现在的 这个现在的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如果得到的法的话呢 那么就是他这个非得呢 就是不可能这个产生的 就是如果就是得到法的话呢 就是他不是这个非得了 就是所以这个非得呢 就是与这个现在同时产生的现象是没有的 下面呢就是他就讲一个比喻 就是比方说 过去别解脱戒者 过去非得是者 那位菩提加勒的相续中 未得到别解脱之前 过去者现在非得 比如说我那个昨天呢 就是昨天就是中午的时候呢 就是昨天中午的时候呢 就是还没有获得那个就是别解脱戒 没有获得别解脱戒的时候的这个前面的这个 这个前面的这个世间的别解脱戒的话呢 实际上是当时呢 就是还没有获得了这种非解脱戒 这个前面的这个叫做呢 就是他的法也是这个过去的 所以呢就是他那个过去的过去非得 就是这样的就是他的这个前面来分析的 然后过去之现在非得在为过去破戒之时 后来呢就是他就获得了一种这个戒律 就是他第一刹那的时候呢 比如说他这个中午的时候呢 就是没有这个获得别解脱戒 后来呢就是他获得了这个别解脱戒 获得别解脱戒以后呢 就后来就是依靠种种原因已经这个破戒了 破戒当然有戒的时候呢 就是他没有这个非得 后来这个破戒的时候呢 就是他的相续当中已经这个产生了这个 就是什么这个非得啊 就是这是这个过去的现在这个非得 就是第二刹那 第一刹那间当中他的相续当中有戒律了 第二刹那间的时候呢 就是已经坏坏这个戒律 坏坏戒律的这个利口呢 就成为是这个过去的现在非得 就过去的现在非得 然后过去未来这非得是这破戒的第二刹那间以后 就是第二刹那间以后呢 就是因为第二刹那间呢 就是他这个破那个戒 然后第二刹那间以后他的相续当中的这个戒律的话呢 已经过去的这个未来非得 这是那个从这个别解脱戒而言是这样的 然后在别解脱戒的现在非得是无有的 刚才也讲了 就是别解脱戒的这个现在非得是没有的 为什么没有呢 现在你相续当中如果有那个别解脱戒的话呢 就是那么这个呢 就是已经成了这个就没有这个非得了 就是没有这个非得了 现在这个为得的 因为这个现在和为得呢 就是完全这个相位的缘故 现在的过去非得是将得到别解脱戒的 而刹那呢就成为是这个还没有得到这个戒的话呢 就是现在还没有得到戒的话呢 就是现在的这个未得 然后就是后来呢就是得到这个戒 就是得到戒以后呢 就是现在这个破了 破了第二刹那间以后的话呢 就是这个是现在的这个未来这个非得 就是这是那个现在方面 我刚才也讲了 现在的现在是没有的 现在的未来和现在的过去呢 就是应该是有的 这是这个现在的粮食 未来的过去非得是自己的同时 就是未来的过去 就是现在这个未来的话呢 就是也有这个三种这个时候 所以这个未来跟这个 这个过去有点点不相同的 就是他们这个有始终呢 认为这个未来的这些法呢 就是除了一些这个不生法 就是不生法永远也不可能产生的 凡是这个可以产生的这些法的话呢 就像是什么一群牦牛呢 就是放在一个那个草原上一样的 然后最后就是他们那个出来的时候呢 就是他们就是派对出来一样 就是与其呢就是先出来 与其呢就是后出来 但是先出来的时候呢 先那个经过这个就是这个未来 就是比如说这个未来的这些法呢 就是就是马上那个经过就是过去 经过现在经过未来 就是他是这样这个一层路一样的 就是就开始派对这个出来 就是这样的 所以呢他未来的这些法呢 就是来到那个现在的位置的话呢 就是那么已经成了这个未来的这个现在法 就是那么就已经到了那个过去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就是他叫做是未来的这个过去法 就是然后这个就未来的这个 他已经到了这个未来的这个时候的时候呢 就称之为是叫未来的这个未来法 就是这样的 所得的法呢就是也同样有这个三种法 那么这个他的非得呢 就是也同样有三种的意思 就是未来之未来之过去非得呢 就是与自己同时 未来之这个现在非得呢 就是就是这个潜移到这个现在的位置上 就是然后 然后呢就是未来的这些法呢 就是到了这个现在的这个位置上的话呢 就这个叫做是未来的这个现在 未来之未来非得 自他的第二刹那间一号就是 此等也是可以通过比喻来说明 如加以佛是有法 加以佛适合的这个有法呢 就是在这个具牛身佛的时候是未得 就是这个呢就是叫做是过去之未来法 比如说以前那个加以存在出世的时候呢 就是那个什么就是这个顺牛俱佛呢 就是也可以有这个位的吧 这叫做是过去的这个未来法 就是已经这个过去了 就是但是呢就是这个未来法呢 就是当时就还没有产生 就是这个加以佛的这种这个未来法呢 就还没有这个产生的 然后密勒佛时候的有法师者 付予光明佛是为的 就是那么就是未来的这个密勒佛呢 就是未来这个出世的 然后还有这个未来就是法师者和 就是还有那个光明佛等等 就是这个呢就是是未来的时候没有得到的 那么这叫做是未来之未来非得 那么的属于是哪些戒中呢 就是他包括在余界当中的 就是余界当善众 彼之非得也是属于同一戒 无路法的道底 灭底非得也是属于是彼这个善戒 就是他如果人的这个相续呢 就是属于是这个善戒的话呢 就是他的这个非得呢 就是也属于善戒 就是属于善戒 若是善戒的身体 为得着善戒之法 也无路法的任何一戒 也是他的这个非得呢 也属于是善戒 善戒也是同样的 潜移到下地之法的舍戒 上帝之法 自知功德 以及这个无路法的非得 均属于是那一戒 比如说这个善戒呢 就是他那个就是下来了 或者呢就是他自己这个 属于是那一戒的话呢 那么他的这个功德和上帝的法呢 就是也对他来说的话是非得 那么非得的话呢 他自己是属于是那一戒的话呢 比如说我那个 就是从那个色戒当中 就是来到这个欲戒 来到欲戒的话呢 那么这个色戒的这些 这个功德和色戒的这些法呢 对我来说是就是 现在是一种非得 那么现在我相续当中的这个非得呢 还是属于是欲戒的这个非得 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身体起到这个根本性的作用 为什么 无路的非得 也是包括在这个三戒之中呢 就是他这里无路的非得 为什么是包括这个三戒当中 因为无路法呢 他自己都是不包括三戒嘛 为什么是无路的非得呢 就是他包括在三戒当中呢 原因是这样的 由于无路神道的非得 承认是凡夫的 就是那个无路的这个 神道是谁没有得到呢 就是凡夫没有得到的 凡夫呢实际上是应该属于三戒的 因而决定唯有的有路法 是这样 什么 因而决定唯一是这个有路法 凡夫呢 就是当然这个决定是这个有路法 就是所以这个 他呢就是属于这个三戒的 这样一来 各自的非得 也是属于身体所属的那一戒 就是不管你身体属于那一戒 那他的这个非得的话呢 也是属于就像有路法一样的 就是属于那一个戒 那么通过什么设计这样的这个一身凡夫呢 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呢 就是这样的这个一身凡夫 一身凡夫呢 大家都知道 他们呢也认为是 好像那个大乘阿比道姆里面 就是所谓的这个凡夫也是一种 这个不相应心里面的一种法 就是他这里这个小乘阿比道姆都好像 那天没有这个说吧 是不相应心里面 那么这个这样的这个一身凡夫呢 就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设计呢 就是设计的方式就是有几种 一个呢就是获得了这个圣子的过位的时候 这种这个凡夫呢 就是也可以这个设计 还有一种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余戒的凡夫呢 就是获得了色戒的时候 余戒的凡夫可以设计 就是这是他通过那个潜移 就是通过这个潜移戒而获得的 就是三戒的凡夫通过获得了圣道而设计 就是三戒当中的凡夫是这样这个设计的 从余戒迁移到一参而设计余戒的凡夫 就是这个是暂时设计的吧 比如说一个余戒呢 就是你转世到这个一参的时候 原来那个余戒的凡夫就可以设计的 只有什么什么 知之由定之间的均可以此类推 从由定转移到无所有处 再将失去由定的凡夫 直到这个余戒也是同样以此类推 我讲到这 有一个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